激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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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好深 這個位置是直消防員的落法 神經病啊 嘩 吹我的背囊進來 嘩 還要螺旋下去嗎 你看我不到 你看我不到 大家好 歡迎來到皮蟲小隊的頻道 在港島區聶高順山附近 分佈著好幾個不同的山洞 分別是 中華民國洞 樓梯洞 直井洞 螺旋梯洞 水庫洞 而我們今次會去的是 樓梯洞 直井洞 和螺旋梯洞 這幾個洞穴 都相對起我們之前去的洞穴複雜 我們將時間推回到 2023年 7月23日 這一日是一個星期日 我們搭車來到 香港網球中心落車 向著黃麗沖峽的方向下 走了沒多久 我們注意著右手邊 在這腳右手邊的方向進去 踏入了黃麗沖峽徑第10站 而這一帶正正就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香港投降的地方 香港受軍大約有450人陣亡 大部分都是在黃麗沖峽 我們沿著黃麗沖峽徑上去 開始我們今天的洞穴塔 但都像是少人來 因為都很密集 對呀 但是它寄得很漂亮 是山泥傾斜的山路 對呀 射得很厲害 你看它塌了 塌了 這段路有著山泥傾斜的痕跡 似乎很久都沒有人來過 看來這裡只有一條路 是嗎 為什麼這條路這麼辛苦 我以為是樓梯 為什麼這樣引起我來 司法床 我們走這裡一點都不簡單 我以為是上去的只是樓梯 殊不知我們要經過一些 山泥傾斜的山路 去找樓梯洞的位置 都殊不簡單 因為很難走 和很斜 很累 我們走到這個位置 右邊似是去洞穴 左邊似是民居的山頂 嗯 事不簡單 我們走這一條路 我們很接近的了 留意著有沒有洞口 OK 是不是到了 神經病 我們進去 這段路雖然難走 不過都叫做有提示給我們 它的路盃都算明顯的 都是有踩開了的一條路 不過你就真的要看清楚 因為它是難走的 難走在它是好像山泥傾瀉 隨時到了 感覺到 還有呢 它是很斜的 當我們看到這條黃色絲帶 和地下的七字石之後 就代表樓梯洞就在附近 應該這裡是 你從未上山開始已經說了 不是呀 因為這裡有很多絲帶指引 應該看到了 左邊這個就是 這麼小的洞口 哇 很小 很小很斜 是不是這個的 很小很斜 是不是這個 99% 我們那個點都適合了 是啊 哇 很恐怖 準備 我們現在正準備要進入這個樓梯洞了 它的洞口是極其小的 你看 是啊 很斜的 而且就這麼小 是啊 而且它裡面是極斜的 嗯 入到它才知道是怎樣 是啊 好緊張啊 你這麼緊張啊 它現在呢 連那個Wing Cover也戴上 你看 它說以防泥沙都進去 要形象了 哦 好啦 那我們進去吧 我們進洞 最需要用的器材就是 電筒一支 鴨記石 這裏有個小電筒和手持電筒 耶 那我們進去吧 23年7月23號 一點正進入樓梯洞 小心因為真的斜 不錯 而且不會弄到直溫床 是啊 而且那個洞口很小 哇 一邊滑下去 對 這一級都大級 小心PK 哇 是不是很斜啊 是啊 是啊 對比上次那個洞這裡簡直輕鬆 不是啊 就是上來那個位 哇 這裡超小的 車線 神經病 小心滑 真的是用滑 真心滑 沒有東西騙的 天花板 慢慢滑一下 慢慢滑下來 然後穿左右長壁 哦 這裡是樓梯當然要下去的 不過下去有點斜 你們小心 哇 滑了 後面都可以走 前後都可以通到 那看來有很多個口 我們下來調整一下吧 這裡沒得符嗎 有啊 你這個牆也有得符 很滑 很輕鬆啊 這個位其實 如果你捉得了再 咦 我沒事了 為什麼我這裡這麼困難 不知道 你可以看一下前面那個位 前面那個位置有浙江的 前面都有一個洞 前面都有一個洞 有水管 不是水管啊 下去那個位置 有條通過的位置 下來就繼續走 這裡下去是 這裡呢 有一個洞 我們回來才看 上面就是我們走進來的入口 那我們先下去這邊 有蝙蝠仔 有一個蝙蝠仔 中華蝠頭 對呀 又是這個 我們在網上看到的 那個繩子 還有下面的 我們這裡不探轉 因為呢 我記得有師兄說過 不知道哪一個位置 是有得 落到這個下面 即是不是經這邊下去 就可以去到下面這個位 那我們 就轉右開始走 對呀 向這邊先走 哇 已經轉左轉右了 這邊 咦 這邊不是骨頭 我要放記型了 好啦 我們留下了一些 屎尿積記號 所以 其實不是屎尿積 不夠膽在我的屎 嘩 大鑊 有左右 這裡是不是有一隻大蜘蛛 不是呀 你那隻大力腳呀 杜曹 好大隻呀 嘩 好大隻呀 他看著我們 我們直走先 好嗎 這裡也有 好大隻呀 我爹 我真心驚啊 有出口 這個是二入的出口 咦 對呀 有一個 沒有出口 這裡也有得上 我們要是探索了 這裡上去就不用探索了 對呀 那我們向左邊 好嗎 左邊也是出口 來的 我們走前 看看 那個動靜路只會向下 咦 有得下 咦 這麼深的 有停油了 尚哥 這裡有絲帶 對呀 哪有油煙 嘩 好深 小心呀 這裡真的 請進啊 雪星 真的要小心 最難的地方就是單手 極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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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沿路先拉回頭 但我們覺得 如果我們要落到下面的一層 始終都是要走這些路 但看看回頭有沒有好一點的路 YES 其實這個洞要用頭燈 這個是要雙手 好 這裡是剛才那個出口 只能夠差質素地拍 我們繼續走 剛剛在這裡出來 後面在出口 喂 不要走那麼遠 我們是不是要去極大造仔 嘩 很害怕啊造仔 你很大隻 這隻猶豫才大隻 嘩 這隻超巨 可能是我見過最大的猶豫 行了 我們先走了 你走吧 看不見到 我不喊 上次那隻都是這麼大 嘩 想不到 我覺得他在旁邊很害怕 我被他嚇壞了 我們好像走到這邊 我們剛才是這邊 嘩 這裡是不是剛才極大造仔 是 但為什麼上高有一點 對 有剝落的感覺 很恐怖 看得眼 是不是不應該去 密室來的 咦 先按一下 對呀 真的是密室 我不走那麼入路 很害怕 好 拉出來 然後回到這裡 然後剛才 我想嘗試辣慶那隻油燕 你不要啊 不要啊 你拉住他 你真的拉住我 待會他爬到我那裡 好了 我們現在要選擇路了 我們是在右邊 左邊不能走得那麼小 是 好 右邊 少許油燕在右邊 那我們要被迫下去了 如果這樣 你看不到 即我們要下去危險地帶 咦 我們在這裡 是啊 下去了 咦 還是我們去出口那裡 這個是另一個危險地帶 這個就一開始說危險地帶 什麼啊 那這裡會下面有一個 那如果什麼 什麼下面啊 這邊是出口來的 不是啊 我們出口的下層 不是有一個洞 我們會不會去到那裡 我們一進來就是這個 不是啊 我高度質疑 我們出口旁邊的洞 這個 後面這個洞 是啊 我高度質疑這裡有得下去了 好啊 有得下去 是嗎 我們左左右右右左左右右 只有一個路 但是這個位置有點斜 又是有點斜 但是這裡沒有繩的 我真的斜滑 沒開玩笑啊 我探一探 那即不要了不要了 我不是下去了 超心 那不要了 這裡是上下梯 那不要了 哎 左邊也是這樣 沒有路 什麼來的左邊 那就是骨頭 是啊 骨頭 那即是這裡差不多了 如果這麼 沒有路了 只剩下梯 或者一開始那裡 這裡不是一開始 要是就一開始繩 要是就最遠才放在那裡 那就試一下繩 好 好 我們拉回去欄杆位先 好 現在就見到這個 就是蝙蝠寶寶居住的地方 是 其實不是那麼深的 只有幾個小時 小心啊 這裡真的要 哇 但我想說 這個呢 是這樣的 在這裡這樣卡住 你一掛一掛 我才發現到 你現在才知道 是啊 你以為是什麼 我以為它這樣 起在這裡 真的有點石屎 如果是選這裡 就不如剛才那裡放總號 為什麼 這個位置是直通下去 消防員那種落法 這麼害怕 是啊 這麼不亂 不是給你的 消防員那種 嘶 這樣滑下去 消防員式 這樣下去 所以呢 蛤 我完全認識到你說消防員 是啊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回原柱 剛才在庭友那裡 起碼有一級級 又要回庭友那裡 我這裡是可以放到的 但我覺得你未必可以 好吧 這裡說消防員 那我們現在回庭友那裡 救命啊 庭友 你不要弄我啊 謝謝合作 這個位置可以放棄 這個 你要這樣嗎 小心稻吵 稻吵是 不是稻吵人家的組織 稻吵是 之前班禮聖日耳門的領隊 好多失望啊 好了 可以下去了 小心啊 真的 我感覺到是斜才叫你停的 那可能這裡真的好 剛剛那裡 那裡真的好 那裡是直的 嘶 這樣 好多失望啊 剛才到這裡 當然是直的 這裡也是直的 但起碼是可以走的 我覺得我要 弄一個像ViuTV的頭盔 嘩 好斜啊 我來到這裡 是很斜的一個樓梯 看到有多斜了嗎 都看到的 不過是一級級的 嘩 是啊 極深的 一言不發地 你很專心啊 是啊 真的很斜 它不是很斜的 好像是沙蛇 剛才感覺到越來越小 有沒有覺得越來越小 有 為什麼有些 凍的聲音 好像看到平地 不知道樓下有沒有出口 啊 當然沒有啦 正如 咦 有鐵通在下面 難怪叫樓梯凍 這麼多樓梯 是啊 因而其命 它有沒有落到極低 沒有低 這裡有水氣 前面有出口嗎 那不錯啊 不如就在這裡出算吧 好啊 因為你消防員那裡落不到 是啊 這個挺好玩的 挺好玩啊 但是洞口會不會太細 看看 哦 這個洞口還很細 那我們先看看右邊 好啊 又是屁股髒了 哇 地上是濕的 是啊 這裡有一個出口 我們看看稍後是否回到這裡出線 不如探望這裡 這裡又是樓梯可以上去的 會不會是一個圓圈上去的 哇 好大隻到處 不是 很大隻是甚麼 停油 超多 停油 對 超多 蛤 這麼害怕 但是這裡是密室 哦 那算了 喂 我不進來了 我很害怕 全部都很大 是嗎 喂 閃了 還有這裡有很多繩子 還有很多鐵通 很害怕啊 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啊 聽你這樣瞄準 哇 這裡很小 有沒有八仙洞的那麼小 你出不出到 你出到我就出到了 但我爬著出的差不多 我上次也是爬著的 哇 混蛋 泥地 要花泥地 泥地摔角 靜子 obtained atom 有 HU 瘋了 有 有 我很辛苦 沒有啊,這個檔啊 那你有什麼評價? 挺好玩,不過因為裡面有些位置都挺直 如果你對自己的臂力很有信心就能進去玩 而且裡面有很多無數的分支 很多都是很不清晰的地段 下去你會看到很邪,很滑 而且最重要是地上全部都是泥沙 如果那些普通優閒的球鞋是不行的 我今天這袋的行山鞋很划算 不過我有預料到這個洞口遲些會越來越小 因為這個地帶是很山泥傾斜的 對,我也覺得是 包括我們現在身邊很多都是一些爛的泥 我們爬出來的時候其實都是一些軟滑的泥 對,很噁心啊 其實洞口本身不是那麼小的 我想是埋了變成這樣 剛剛那個洞口位就是這麼窄 我們現在就在這邊上去 我們斜上來這個位置 我們上來看見好像有分支 我當這是路 正路向右邊走 這裡也是有一條路的 我們走右邊這一條更漂亮的路 哇!這個位置我用過這些東西 很複雜 為什麼你又進了那個洞 為什麼又有那個洞 剛才另外一個口 噢! 現在我們硬繞去另外一邊 咦!是啊! 我不想再進回去 前面轉左 然後再找方法再繞一個圈 我們現在是這個位置 這裡前面是另外一個洞的出口位 這邊就是我們剛才走出來的洞 這裡的路很惡劣 我們又是下一個洞口位 我們回來洞口位 我們這次要試一下這邊 他說我們現在要少量爆林 因為我們現在迷失在這場戀愛遊戲中 因為我覺得這條路可能是給你洞 就是在洞裡找出口出去 然後再回去 我們回來這個 我們上去洞的那個位置 這裡就是我們剛才上去 然後一邊繞去那個洞 是啊!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 我們剛剛走的那條路是沒有路的 我自己創造出來的 我覺得是煩的 你看看地勢也知道是煩的 是沒有路的根本 就是每一個位置都是路的 我們現在就要沿路下去先 我們看看這裡上去 看看是甚麼環境 好像有些風景看 原來上來是可以看到別人的家 哇! 攝高順山的那個面具石 是在這裡附近的 就這樣我們就完成了第一個洞 下回去 我們現在呢 回到這個頭龍牌 是的,頭龍牌 我們即將會看另一個洞 叫做直井洞 還有一個叫做旋轉洞 是啊! 看看那兩個洞 去看看那兩個洞 去看看那兩個洞在哪裏 因為未必是真的可以落到它 不過我們會探一下 因為它在暴力徑的背後 如果選擇暴行去暴力徑的話 落到來之後 我們向右走 不過當日我們選擇了搭的士 而的士大哥還認得我們皮蟲小隊 我們來到暴力徑的門口 我們準備要進入暴力徑 因為我們下個洞 就會在暴力徑的附近 暴力徑這頭 大概有五個洞穴左右 這次我們只要探索兩個 要記住 探洞存了一定的風險 進去之前一定要想清楚 以及做足準備 我們接下來要探索的是 直井洞 原來直井洞的入口 就在面具石旁邊 這裡這棵樹那裡進去 要尋找直井洞一點都不難 但要進去就相當之難 怎麼下啊大哥 也是很小的嗎 下不了 嘩 有什麼的 下不了 有蜘蛛網的 下不了 真的下不了 下到也沒有意思 對 沒有聽聞 好像都是沿路上來的 難怪叫直井洞 那名字也沒有安措 對啊 跳進井洞有什麼分別 真的跳進井洞 嘩 它都 深深地 都深 會不會後面其實是通 有其他地方 不知道 真的看不到 這裡 看不到裡面 而且裡面也挺艱陣 其實可以進去的 一層一層都可以 很骯髒 好像沒什麼看 對 算了 那我們尋找另外一個 我們下來 面具石旁邊 這個 剛才我們 直井石的入口 我們要去下一個洞 那個叫做 旋轉樓梯洞 不是 旋轉洞 是這裡的 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要向著 暴力經 上去 接下來的旋轉樓梯洞 顧名思義他們旋轉下去 究竟裡面是怎樣 我們等一下就會知道 我們來到這裡 看到一個這麼開揚的位置 在前面 其實旋轉洞就是這裡 它的洞就是這裡 喂 很小 很小 你看一下 對 真的大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這個螺旋洞 在這個洞位 螺旋梯還是螺旋洞 螺旋洞 地圖顯示 我們現在立即要進去 剛才直井洞 我們因為太直的關係 所以進不了 這個洞口 好像比較窄 和平坦 我們現在嘗試進去 現在是3點半 3點半 好 我們進去 哇 好窄 這個位置 我已經看到盡頭了 沒有 但它可以下去 這個位置很窄 是啊 很窄 可以 我現在在這個狀態 嘗試 其實進去也很闊 很闊 不過又是地上很多泥沙 喂 有小青蛙 Hello 哪裡啊 有鹽蛇 喂 Hello 鹽蛇仔 你好嗎 我也站直到的 這個舒服很多 現在可以下去 是啊 吃一個船圈 我記得 有人拍過影片說 這裡是一張床 是嗎 OK 好了 下去了 嘩 還有沒有可以進去 好像可以進去 嘩 這裡可以這樣下去 好像很深 不深 嘩 這樣也不算不深 嘩 還要螺旋下去嗎 嘩 有些船巾 中船巾 這裡一會兒怎麼上去都可以 好 簡單到說 嘩 怎樣 現在我們再拿著它去 因為要看安全 對 真的要注意安全 嘩 好大 好大的 停油 你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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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上兩邊 這邊有光石 是嗎 這是密室 前面是密室 密室 完成了 好 好 前面轉油 嘩 頭殼頂有個很大 極大支停油 不怕 嘩 真心怕 算了 你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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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前面開始很小 是嗎 看來是滑的 我覺得下面一路爛泥下去 進不進 不進 這麼快 越來越小 而且爛泥 我已經頭殼頂污不了 因為 那不要進 你能不能進 不要進 這樣 我知道為什麼我進不進 因為泥沖進去 頂高了 你去移一下我才能轉身 好 你看到我 你真的能進去 喂 怎麼了 怎麼了 惹惹惹惹 你給什麼惹惹 沒有 有沒有幫到頭 沒有 為了要跟這個停油 你傻啊 跟他停油 好可愛 我們從這裡出來 然後繼續向前 我們應該 已經探索了 這裡是難上 沒有到要上 是啊 小心啊 先 連你也不行 我也很害怕 撐自己上去 加上踩這個位置 OK 還可以 拍得不漂亮 因為我看著 會不會 慘了 不行 我們就完路出去了 出路 嗯 他很明顯沖了很多水 下來了 是呀 還要慢慢睡 呼 很乾燥 當我們完成了旋轉樓梯洞之後 我們沿路上回去 代表我們的旅程 即將完結 我們終於完成了今天的洞洞旅程了 都不是完成了 我們最深入的位置沒有進去 是啊 因為蹲下也不能進去 如果要爬爬爬進去就免得了 是啊 很窄 因為那邊是塞嘴嘴 很窄 不過我想也沒有什麼看 是啊 而且我們沒有去過那個直井洞 走不了 不過都OK 我覺得今天 這個洞穴的旅程 是比起上次的三叉洞 八仙 和神社洞 是複雜很多 因為它們的分支都很多 這個旋轉洞的分支 就沒有那麼多 嗯 但是樓梯洞的分支 是非常多 是 我覺得旋轉洞 旋轉洞 不過旋轉洞 都有很多位置 差不多所有位置 都要护身 所以我們今天都算叫做 成功的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 出回暴力境 沿路走出去 我們上來的位置 我們今天的旅程 就正式結束了 耶 最後再提一次大家 洞穴探險存在一定的風險 需要具備不困絕的身手 才可以順利出入洞穴 洞穴 往往充滿著神秘的色彩 而最後我們沒有進去的直井洞 究竟是怎樣 或者只有 進過去的人 才知道